對上將高相鵬去年返家途中 過馬路不慎跌倒 導致腦缺氧昏迷 一度在加護病房搶救當中 陷入昏迷超過十個多月 她的圈內好友方怡萍 在今年二月一度報平安 表示說捏她的手 已經有疼痛的反應 當時認為病況是有進展 但沒有想到今天 卻傳出她離世的消息 高相鵬演藝圈的好友 也在臉書證實離世的消息 也祝福他在天堂 繼續大紅大紫 說人生的課題已經畢業了 藝人天蛙也在臉書表示 高相鵬兄弟安息了 享受六十七歲 讓不少歌迷也留言 獻上哀悼